我们来看看如何进行离线语音的设定 进入这个齿轮 点到设置 输入法设置 进入后你可以看到这里有一个叫离线语音 离线语音的部分 那么我们进来 如果你已经有启用了 会像我们现在这个图示一样 那如果没有启用的话 您从这边可以下载它的语音辨识的档案 大概是36MB左右 那么如果有更新的话 你也可以手动进行更新 在这边你可以做检查 检查之后呢 如果有新的就可以从这里再进行更新 感谢您的语音 未经许可,不得翻唱或使用